1811年的一天 英国有个女孩叫玛丽 来到多塞特军海边玩耍 她在沙滩呢 偶然发现一块普通的化石 便以23英镑卖给了一位游客 这小女孩看这个化石非常的漂亮 但是她不知道 卖给23块钱英镑 很便宜的 游客呢 付完钱之后呢 居然这个人是懂的 她开心的说 哇 这块石头啊 她付了钱再说道 可是两亿年前的鱼龙化石啊 价值连城啊 我真是捡了个大便宜了 周围的人都为玛丽吃了个大亏而惋惜 可她没有说话默默的走开了 从那个之后 玛丽开始浅心 学习的古生物学 地质学 一有时间呢 她就来到那片海岸 在沙地里再找寻 日子一天天过去 乡亲们都知道 她想再找到同样的化石 纷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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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就劝导她 孩子啊 好运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降临两次的 你就别再耽误功夫了 可是玛丽像是认准了海滩 还有宝藏 整天在那里搜寻着 十年之后 玛丽终于如愿以偿 她居然在那里发现了 诸鲁纪时期的生物化石 轰动了世界 这个是我们很小的时候 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有一位科学家 发现了很多诸鲁 这个化石 就是在很早以前 玛丽他找出来的化石 是一样的 记者当时就争相的来采访 在十年的苦苦探寻当中 那么记者就问他 玛丽在十年的苦苦探寻当中 十年了 你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你 玛丽笑的说 当初我不认识鱼龙化石 才会轻易给人 虽然我也会有些沮丧 惋惜 可又有什么用 倒不如反思自己 见识不够 那以后我就认真的 专研学习 发现在那片沙土土质 特别很特别 可能还会有很多珍贵的化石 果然我的判断是正确了 只不过花的时间长了一些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人生在世 难免会吃亏 与其一味的抱怨 不如正式问题 从中吸取教训 学博人要明白 我们的一生走过来 我们有很多的悲伤和抱怨和难过 后悲都是因为我们不懂 所以无名造成了我们的伤害 因为都是过去了 所以学博人再难过也改变 要懂得改变不了你的过去 途徒增你的烦恼 学博修行 要让自己心中充满的阳光 把时间和精力留给放生许愿念经 你为了别人 你会豁然开朗 与其沉浸在过去的悲痛和伤害里 无法自拔 倒不如活在当下 台长希望你们自己想通想明白 记住了 当你想通想明白 法喜充满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住你 因为这种法喜来自于你 纯洁的本性 对不起 对不起